今天我們很開心找到 耳鼻喉專科 Dr. Wong 跟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 Dr. Wong 近期有很多客人 都會留意到 已經肺炎了 很擔心 每天新聞都說 又有多少人會感染了 我想請教你 其實我們平時 醫論 去到什麼程度 我們就需要去看醫生呢 因為有時有些人覺得 每次看醫生 不如在街上買一些乘藥就可以了 你可不可以給我們一個方向性 我們什麼時候意識他的看醫生 如果從一個市民的角度下 簡單來說 要分析其實咳有多少種 如果在西醫的角度 咳主要有幾大類 第一 就是一些我們叫敏感性的咳 很多時候 譬如現在天氣轉 又冷又熱又潮濕 溫差和濕度轉變 都可以引發一些我們叫敏感咳 敏感咳 敏感咳 它的典型是怎樣的呢 它很多時候是乾咳 沒有痰的 人也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例如病 感冒 不會說周身骨痛 尖動 流光黃綠 那些是沒有的 只是很多時候只咳 很多時候還在睡覺的時候 噢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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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坐起床 我覺得是敏感咳 是的 它套出來的東西 最多都是白色 像口水一樣 OK 那這一類我們說多數就是敏感咳 通常這些 它們都發覺已經咳了一段時間 可能在藥房買了一些性藥 或者咳水 發覺都不是很過分的 那它就會上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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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二類的咳 就是我們叫感染性的咳 那感染其實有很多種的 譬如你說過往的SARS 都是屬於一些病毒的感染 現在說這個武漢的肺炎 也都很大可能是一些冠狀的病毒 都是屬於病毒類的 那第二類就是細菌 細菌就周圍都無處不在 那細菌主要針對就是要用抗生素去治療 那醫生當然可以經過一些血液的檢查 或者一些中菌的檢查 可以分辨到究竟是哪一類型的 或者甚至照著肺 就知道究竟是 只是氣管炎 或是已經去到肺炎了 那在香港來說 我們說肺結核 還是有的 我們叫TB 肺腦 就是那些靜靜 那些都是屬於感染類的咳嗲 有一大類都是這些 感染可不可以傳染回來? 會 反正感染的東西 多數都是經空氣傳染的 非沒傳染 所以為什麼說現在一定要洗手 還有口罩 還有不要去一些 人家糾紋的地方 多人的地方在咳嗲 很快走開 第三類的咳嗲就比較嚴重了 那些我們叫腫瘤性的咳嗲 腫瘤性 肺癌 肺癌 那變成那些一定要透過 譬如真的咳嗲了一段時間 咦 吃極肉都不好 又不像是感染性 又不像是敏感 照一照肺 或者照電腦送的 或者普通的一張肺片 應該就很清晰可以知道 究竟有沒有腫瘤在裡面 是 如果真的不幸有的話 我想要看腫瘤科醫生 是 或者胸肺的癌科醫生 是 看看可否用手術 或者電療 發療 方法去治療 嗯嗯嗯 OK 但例如我們會不會在家裡 就像你所說 要麼咳嗲到發燒 或者咳嗲 那些我們就要好好去找醫生 不要再在家裡買些成藥就算了 是的 沒錯 那就視乎有多辛苦 通常那些人咳嗲到睡不到覺 通常都會去找醫生 噢 睡不到覺 睡不到覺 或者他日常上班 他都已經 或者上學 小朋友 嘩 他都咳嗲到上不了學 或者影響他附近身邊的人 我覺得都值得去看醫生 OK 那我也想問一下 其實這幾年香港都有說 家庭醫生 但是你們是耳鼻喉專科 有時候我就想快些 不如找一個耳鼻喉 我覺得專門一些 還有發出一些藥 立即好 其實在什麼定義 他應該去找家庭醫生 什麼定義去找專科醫生 很多時候 如果那個病人 以前試過同類型的問題 而他又看過專科醫生 發覺可能都是 看了一兩次普通科醫生 又醫不好 發覺原來看了專科醫生 可能譬如真的藥物 對症下藥就醫了 有時候他們會直接 來看專科醫生 雖然我們也這麼說 從我們醫學的角度 以及經濟的角度 其實在外國很多時候 真的一定要先看家庭醫生 是嗎 因為家庭醫生是一個把關的人 他做分流的 噢 其實很多病 他們是可以處理得到的 但是 有時候他們真的不行的時候 他們就會轉介給相應的專科醫生 變成了從經濟的角度 當然是節省一些錢 因為看專科醫生 無論是香港或者外國 一定是會貴的 貴很多 但是如果那個病人 覺得 咦?我自己都覺得自己 像是一些專科的病 我也都不想浪費時間 那直接 當然在香港沒有問題 直接可以去看一個專科醫生 嗯 但是我想問 咳呢 我試到咳到 哇 胸口也很痛的 那究竟我是看胸肺科 還是看耳鼻喉呢 兩樣都可以 因為我們說 比如呼吸度感染 其實可以是上呼吸度 包括鼻、鼻鬥、喉、氣管 也是 是 那胸肺科 它也是氣管和肺 是 其實從病人的角度 它未必分得那麼清 但是很多時候 譬如它同一時間 它知道自己 譬如它也有鼻敏感 是 它也同一時間 也有鼻的症狀 譬如有打痴 流鼻水 鼻塞 那些 很多時候它們都會來看耳鼻喉 我們也是 如果我們治療到 因為很多時候 上呼吸度就影響下呼吸度 如果上呼吸度控制得好的 它立刻全部都好了 就不會下去了 就不會下去了 但是如果我們判斷到 咦?這個情況不是 咦?有些可疑 可能真的去到肺炎 或者甚至去到 哮喘 這些情況 我們就說 好了 我都要轉介你去看 那胸肺科醫生 所以其實未必是一個專科 很多時候可能是 兩至三個專科 一起去醫治一個病 當然了 我們經常合作 我們要和呼吸系統科 或者胸肺科 緊密去合作 很多時候大家都會遇到 一些個案 是上下呼吸度的問題 OK 好 那我們這一部分就來到這裡 接著我們下面一部分 又會再講一下 究竟有些什麼 我們在醫治鼻喉科 可以幫到手 麻煩你多多多 謝謝 謝謝